那上述的这四类,就比如说H1B,H2B,还有J和L 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到今天的这个禁令的影响呢? 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今天下午呢,刚刚公布的这个非移民签证的这个限制令 那这个限制令呢,其实是4月22号的这个移民限制令的一个延长和加强版 那今天这个禁令呢,终于发布了 也让大家悬着的一颗心呢,终于落下了 因为最近的这几个月,其实针对这个行政令的讨论呢,非常的多 那首先呢,就是我想讨论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几个话题 今天发布的这个行政令呢 第一,它没有H1B申请费涨到2万刀的这个传闻 这是要确认的 第二呢,就是它也没有H4,就是取消EAD的这个消息 那第三呢,它也没有全面禁止OPT的这个消息 那这对很多在美国境内的这个同学 或者是说在这边工作的人员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那么这份今天发布的这个禁令到底就是禁止了谁呢? 那说到底呢,它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四类签证 第一呢,是H1B 第二呢,是H2B 第三呢,是J签证 第四呢,是L签证 那它针对的这个类型呢,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限制哈 有一些签证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O1 然后呢,还有E2,还有P这些非移民的签证呢 都不在今天的这个禁令的影响之下 那上述的这四类就比如说H1B,H2B,还有J和L 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到今天的这个禁令的影响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它是在本公告生效之内,你人是在美国境外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你现在还没有持有有效的一个非移民签证 也就是目前你是没有H1B,J或者是H2B或者是L签证的 那第三点呢,就是你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签证以外的一个旅行证件 所以如果你没有上述的这些东西呢,你是被禁止入境了 那这个公告呢,它的有效期呢,就是是自2020年的6月24日起开始生效 那它这个有效期呢,一直要到2020年的12月31号到期 那并且呢,就是30天之内,以及本公告生效的这个每60天之内呢 国土安全部长和国务卿还有劳工部的部长呢 会进行协商提出一些必要的修改建议 那以上呢,是这个禁令的一些大概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那我们在这边需要划一个重点 好,第一个就是大家需要非常注意就是你如果人现在是在美国的境内呢 你是完全不受这份禁令的影响的 包括在美国境内的工作的转换 然后雇主的变更 还有你在美国的这个延期 也就是transfer,extension这些 都是不受这份禁令的影响的 影响的只是需要在美国境外申请签证的这些人 那第二个不受影响呢 就是如果你在6月24号生肖日之前呢 已经获得了上述签证的 那你还是可以入境的 比如说已经有L1签证的 然后呢,它是在第三国,比如说迪拜的 那你就可以顺利的入境美国不受这份行政禁令的影响 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有效的H1B签证的话 那你也是可以正常的入境的 当然啦,这个针对中国的这个14天的 这个旅行禁令呢,其实还没有取消 那大家在入境之前呢 也需要就是查看一下之前的一些旅行的一些规定 必须是确保是可以入境的国家才能入境 那第三个呢 就是虽然你没有上述的签证 但是如果你之前已经递交了485 那你可能是有AP和EAD的这个combo card的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顺利入境的 说到底呢,这份禁令还是跟之前的很多禁令一样 都是雷声大,就是雨点小 那在这份禁令的影响下呢 它可以说还是影响到一部分人 但是呢,不是大多数啦 影响的最多的呢,还是在美国境外 就是需要寻求这些签证 就是还没有获得这些签证的申请人 那我有一些建议就是针对这些申请人 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自己的申请呢 如果就是说你已经有B1B2签证的 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以第三国 就是比如说不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你以B1B2的签证入境美国以后 在美国境内你还是可以直接转换成H1B或者是L身份的 如果H或者L的这个申请人 它有很多呢可能会之前在选择境外申请签证 然后再入境 那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我们尽量会建议就是所有的申请人 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的就不要出境 如果你是选择了在境外转换身份的话呢 就把签证的这个开始日期呢 尽量延期到明年年初 就是不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 那因为目前的情况下呢 很多领事馆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开放 就算你拿到了USCS的这个批文呢 其实人在境外目前的情况下也是没有拿到 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赴美签证的 所以尽量把这个开始的时间往后拖延 对你来说是比较有利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有很多的情况 就是如果你是已经有L或者H的签证 你可以往返 但是如果你没有有效的签证 那这种情况下呢 建议大家就尽量不要离境 那境外的业务呢 需要安排合适的人交接 那同时呢 从这份经历的这个语言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移民局呢 可能会加强对境外的 境内的一些工作签证 绿卡案件的一些案件的这个审理 所以他们的审理会更加的严格 准备任何的申请材料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仔细 然后呢 就是确保万无一失了 再递交你的 在境内的这个转换 或者是延期申请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